303螺絲起子造型實體 那這邊呢 我們 燈角式圖是這個 所以我們先畫 這個形狀出來 所以這邊呢 點選草惠 選擇 Right面 按草惠 好因為等一下做旋轉 所以先給中心線 好 然後完了之後呢 來這裡 我們拿線 從這裡畫 上去 水平 斜線 斜線下來 水平 斜線上去 這裡要跟這邊一樣同高 沒有同在水平線上面有關係等一下再處理 水平 好然後呢 點圓弧 這個點 到 這裡 然後中心 要 要在這個 線上 OK要在這個線上 那這裡呢 點這裡 到 這邊 OK OK 來然後這裡呢 來 我們這邊要先做一個 重合 這一個 跟這一個 要重合 好然後用 法項來做 標註 來 第一個 這邊的距離 第二個 這個點到這個點的距離 第三個 是 這個到這邊的距離 第四個是 這裡到 這裡的距離 好 第五個是 這邊 到 這邊的距離 好 然後 半徑 好 然後呢 這邊 呃 這裡 到中心線 到這邊的 直徑 還有這裡 到這裡 的 直徑 好 然後這邊完了之後呢 選取 按右鍵 修改 好 那這裡打勾拿掉 來第1段這裡是 3.5 第2段這裡是5 第3段是9 第4段是1.5 這邊的長度是46 半徑是34 然後這裡是 28 然後這邊是20 打勾 完了之後確定 然後Ctrl D 我們做旋轉 好確定 好那這個 形狀外觀就做好了 好 做好了之後呢 來 這邊 我們要做 這一個部分 那這個 直徑是23 好來 所以這邊 點選草惠 選這個面 好 然後呢 點選圓 這邊 點一下 直徑是23 好 然後呢 我們 點選 參照 這個邊 好 選擇線 那線這裡我們先畫 一條這個線下來 好 所以點選這個到這邊 好 然後這裡呢 我們給中心線 好 那這邊法項 這裡到這邊 到這邊的距離 還有 這個到 這邊 到這邊的距離 好一個是 4 這邊是4 這邊是6 好 然後呢 這裡 這邊總共 123456 6 所以一個角度是 60 然後一半是 30 所以這邊 我再做一條中心線 好 然後 這邊呢 這邊30 所以這邊給60 好 然後呢 這邊選擇這一條線 做 鏡像 以這一條做鏡像 然後把 7不要的線 刪掉 好 好 那 完了之後呢 來這邊 我們直接 打勾 確定 Ctrl D 好 然後這邊我們做隱身 反向 好 做 實體 然後呢 除掉 然後 這邊做貫穿 好 確定 好 完畢之後呢 以這個做正列 這邊 軸 以這一隻軸 然後呢 這邊總共要6個 360 打勾 好 那 這邊呢 基本上 就完成了 好 那完成之後呢 這邊的坐標系是在這裡 所以 這邊呢 點選 座標系 好 然後呢 點這個 right面 再點選 Top面 再點這個面 好 然後 Z軸要朝 裡面 所以 Y軸 反向 好 確定 好 所以 第一題呢 表面積為何 點選 質量屬性 好 這個坐標系 表面積是這一個 好 然後第二個 Z軸是這一個 好 第三個呢 好 我們要變更尺寸了 好來 變更尺寸呢 第1 25 25 來 這邊 這裡呢 呃 我們先改變這一個好了 來 這邊 草惠 編輯定義 來 這個是L1 L1改成3 3 好 然後呢 L2 R1 改成10 L3 改成2 L4 改成45 好 然後呢 呃 來 好 然後 R1 改成35 好 然後接下來 哎 這個的 這個最外圍的 這個是D2 D2改成30 好 確定 Ctrl D 我們來看一下 好然後呢 這邊 右鍵 右鍵 編輯定義 來 這邊的話 他的D2 D1要改成25 所以這邊 我們 把向 這裡 這邊 這邊不用 這邊 在這裡 這邊 是 D1要改成25 好 可是這邊要8個 8個 這邊要8個 所以 360 除以8 8 好 360除以8 是45 那45 再除以2 是22.5 所以這裡呢 好 好 這邊 是90 減掉22.5 好 所以是67.5 好 67.5之後呢 這邊會進 自己做鏡像 確定 好 然後這邊 右鍵 編輯定義 這邊改8個 360 打勾 好 Ctrl D 好 那 這樣子 修改完畢之後呢 他問我們體積 近視值為何 來 做標系 體積的話 是這一個 好 然後呢 Z軸 Z軸是這一個 好 然後呢 A跟B的距離 好 這邊A跟B分別是 這一個點 跟這個點 所以這裡呢 點選測量 A 是這一個點 好 Ctrl 鏡按住 B 是這一個點 所以距離是這一個 好 那以上這邊 是 303題 303題